嗨 大家好 我是Giying 天气开始憋暖了 越来越想吃沙拉了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特别爱吃的三文鱼 剥起来看 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 又健康又好吃 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今天我准备了三文鱼和这个金枪鱼 可以混合在一起 其实任何鱼都可以 Pokey呢来自夏威尔 是他们传统用盐来腌制保存鱼肉的一种方式 之前呢 剥起的这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用他们当地的海盐加一些海藻 再加一些当地的坚果就OK了 但是这几年呢 结合了其他地方饮食的一些影响 就开始做出了其他不同味道了 比如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会加酱油的 就把这个鱼切成大概两厘米 放在这种鱼就可以了 这么大一块 OK 现在我们来给这个鱼调味 首先就是加一点海盐 大椒粉 一些酱油 要一些芝麻油 然后加一些洋葱 一些葱 然后加一点柠檬汁或者青柠汁都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米醋也完全OK 再加一点姜末 这个就会让鱼感觉不那么的腥 然后就把它混合一下 OK 鱼腌制好了把它放在一边 最后一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辣的蛋黄酱 就之前我分享过那个蛋黄酱 其实它就是在蛋黄酱基础上再加一些辣椒酱 首先我们会需要鸡蛋 用它的蛋黄 差不多半个蛋黄就可以了 然后呢 加油 可以用牛油果油 橄榄油 这些都可以 大概半杯的样子 然后会需要一个料理棒 要一个这种 就刚好和它这个头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杯子 熟料理棒就放在最底下 然后开最高 开熟 差不多这个时候 然后再慢慢的把料理棒的头抬起来一点点 蛋黄酱好了 然后就加一点 平时我们会加这个siracha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放辣椒粉 就是增加一点辣味就可以了 然后加一点蜂蜜 然后就要混合了 变成这种橘黄三文鱼的这种粉色 现在我们这个酱做好了 鱼腌制好了就可以开始摆盘了 走先弄一点 里麦饭大家可以煮糙米黑米任何豆子这些都可以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蔬菜 紫甘蓝非常漂亮 然后一些黄瓜 黄瓜配鱼可以解腻 再来一点紫色的洋葱 放我的鱼 这个颜色好美 超级芽苗 这个我之前教过自己怎么发 如果买不到的话这个是我商店里买的 放一点在中间 海带沙拉 所以大家在寿司店肯定看到过 真的很好吃 还有牛油果 牛油果放进去口感也特别棒 然后我们的酱 然后再加一点烤箱的芝麻 葱 自制波齐碗 Poké Ball 这跟夏威夷买的 Poké一模一样 大家这个配菜呢就 反正有什么就用什么 没关系的 关键就是有这个鱼 Poké 然后有Spicy mayo 辣的蛋黄酱 嗯 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 这个拍照 就非常好看 做到的话就在at我 想看大家的拍照 好 你下次见吗 拜拜